小米汽车到底多有钱 一个视频你就懂 小米投资分成三个阶段 雷飞特 二人转和一起嗨 第一阶段 雷飞特 雷飞特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的 既不是来自于小米 也不是金山 而是亚马逊 2004年8月 亚马逊开价7500万美金 收购了卓越网 也就是亚马逊中国的前身 而卓越网的创始人 正是还在金山的雷军 卓越网仅做了4年 就被亚马逊以7500万美金收购了 而且呢还是在2004年 北京平均月收入2000元 房价大约5000元每平 但如果你要问雷军值不值 他的回答一定是不值 2004年的卓越网 是中国最大的B2C电子商网站 一个季度销售额超过了1亿 当时的淘宝网刚刚成立一年 京东也刚刚转型做电商 如果卓越网不是被亚马逊收购了 现在中国电商三足鼎立的格局 其中有位玩家可能叫卓越网 当然卓越网被卖也是有好处的 那就是雷军作为创始人 赚到了第一桶金 开启了天使投资人的职业生涯 雷军变身为雷菲特的第一笔投资 是拉卡拉 在2019年登陆深交所 市值超200亿 被称为A股第三方支付低股 雷军获得回报超2亿元 投资收益高达900倍 拉卡拉的创始人 是创业36条军规作者孙桃然 那UCweb他的创办者是两个工程师 那大家创办了这个企业之后 每个人给自己印了一个名片 叫副总经理 就没有总经理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不适合做 那后来碰到了迂用福嘛 迂用福过去之后 做这个CEO 然后雷军投资进去 那么现在UCweb做的很大 孙桃然提到的UCweb创始人 两个工程师 其中一位就是小鹏汽车的何小鹏 UCweb在2014年被阿里巴巴收购 雷军获得千倍汇报 雷军除了投资拉卡拉和UCweb 都获得巨额汇报 还作为天使投资人 投了多玩玩具时代 就是做YY的那个公司 还有大街网 逍遥网 蓝客成品 乐陶 可牛 好大夫 等20多家公司 小米投资了第二阶段 二人转 小米在2010年成立 而顺维资本2011年成立 顺维的领导者就是二人转 雷军加许达来 许达来是顺维的创始合伙人兼CEO 他原来是雷军所在金山的投资人 在2006年主导了GIC 对金山软件的投资 认舍雷军 我能查到小米第一笔投资 就是和顺维一起 在2011年2月投资的卡卡移动 顺维资本就是雷飞客 做天使投资的延伸 负责孵化创业公司 为小米生态布局做贡献 顺维资本 10年募集超过50亿美元基金 50亿人民币基金 投资了超过500家公司 其中包括了50家市值 超10亿美金的独角兽公司 15家市值超百亿美金的 超级独角兽公司 尤其是在2018年 顺维的成绩单尤为突出 完成了8个IPO 小米投资的第三阶段一起嗨 2017年有一个重要基金成立了 长江小米产业基金 规模超120亿元 虽然在成立初期极少出手 2017年只投资了两家半导体公司 2018年有所提高 投资公司达到了5家 2019年进一步扩大至16家 之后两年开启了买买买的节奏 在2020年2021年都投了40多家 小米投资通过三段试 雷菲特 二人转和一起嗨 一步步进阶 玩家越来越多 盘子也越来越大